來看就是醫療安全 在台北市的衛生局 帶著美醫的案件 基本上有在台北市 學生南路市開國醫美 現在經過發言 訪問一下 確定他們有這個美醫的數字 也已經看到人家看了 當時這位畏懼意識資格的人 他有在開藥 還有就是打有關美白症的部分 那這些試症的部分 所以我們當時就經過移送 給地檢署偵辦 那現在判刑確定了以後 我們就依照醫治法第28條之四 針對這家診所 他容留或評估密的部分 然後處以停業處分一個月 台北市衛生局表示 開國醫美醫院的診所 比之前就醫醫療機構團國幫 明明公開不聊天 可能醫療公共不同 現在又發言 沒有醫師另外主界 休息在醫美金社做醫療行為 打完市衛生局一百多一年 雜誌比醫案件都做一百五十三件 以上地檢署有二十三件 衛生局調查發言 除了有被醫的行為以外 又發言民宿調理官 自己進行醫療行為 一般民宿調理 就是像一般 可能就是我們知道 所謂的按摩或是其他的一些 一些民間的一些服務的方式 但是這一些東西不能夠 涉及到醫療的部分 面對金社因為比醫療 夾到這個之前 夾到這些都沒有作出 點給他回應 既正中學部長